您的孩子是高度近视危险群吗? 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 您知道小孩的近视会一直增加到成年吗? 高度近视所产生并发症有视网膜剥离、轻光眼、白内障、绯闻症、视觉疲劳。 视力降低、学习力也降低。 从前也许你会立刻为孩子佩戴眼镜,但是这么做真的够吗? 台湾地区小学六年级近视率达到65%,到了高中更高达85%。 国小、国中,每年平均增加100度。 生活中,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近视度数加深。 爸爸妈妈不用担心,现在有OK镜片角膜塑芯片。 OK镜片能够减缓近视度数加深, 让视力达到白天不用戴眼镜的目的哟。 并使用专列Plasma电浆技术, 降低异物感,佩戴更舒适。 角膜塑形片的原理, 藉由夜间调整角膜形状, 让眼睛在睡眠中被塑形。 角膜塑形后, 白天能够维持清晰的顺利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力回真 看见更精彩的世界 捕捉每一刻 给孩子更好的童年 保护孩子的视力要趁早 现在就是关键 长期使用 为孩子的视力做好基础 如何取得OK镜片? 快到医疗院所 检查视力 先向医师咨询 验配镜片 决定处方后 回诊取片 再透过镜片未教 记得佩戴后 要定期回诊哦 急走使用 让孩子看见美好的未来 视力OK 未来学习更OK 我们的创新 你们的世心 高中际 下注去